现在有很多地区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 有连续阴天下雨 如果说连续阴天超过一周的话 我们养了仙人球就容易出问题 这个时候好的话语说 我养了仙人球现在连续阴天需要注意啥 需要做啥 你要养仙人球如果说遇到连续阴雨天 看天预报 如果连续阴天下雨的话 那么在天气阴的情况下 阴天下雨的情况下 不要去浇水 也不要去淋雨 因为你浇上水整个环境不见太阳 浇上水通常表面一直很湿 或者是球体上一直很湿 整个球就容易烂上面涨霉斑 整个支出根系 尤其是长时间水泡 它的根就会烂 根烂您发现不了 整个球就会直接腐烂化水 所以说遇到连续阴雨天 不要浇水 阴雨天整个环境湿度大 它球体也能够吸收湿度 它不会干死 所以说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浇上水 连这三四天晴天浇上一次水 等这三四天晴天见太阳 它通常表面的水分没有了 再阴雨天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连续阴雨天要注意不要浇水 其次呢 如果说您那边环境非常的差 就是不通风 那个这个时候呢 在阴雨天下雨之前 您可以去整个盆涂 就整个球 包括土壤表面去喷一次杀菌剂 喷上杀菌剂防止球体烂 防止土壤表面涨没半 这样也不会出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先生球再开花 开完花以后 开花呢 然后只好遇到阴雨天了 那个花应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说现在它开花 花开败了 遇到连续阴雨天了 一定要及时的把残花剪掉 因为你不剪掉残花 它这个花在阴天的情况下 会上面长毛发霉 然后呢 它这个花发霉了以后 它会顺着这个花 和那个球体连接的位置 渗透到球里去 导致整个球腐烂 所以说 发现阴天下雨 它开完花以后 急迟地把花掐掉 如果说掐掉花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伤口 我们找点杀菌剂 比如多菌磷 直接抹上 抹上 找一个吹风机 用冷风去张 这个表面 就是伤口吹干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呢 养现人球 遇到连续一定下雨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 喷雪砂菌剂 保证通风 再一个呢 就是不要去浇水 开花的话 把花及时的剪掉 把花的伤口处理一下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企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